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风险中心举办气候变迁调试的沙龙 关于灾难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是用沙龙的形式 沙龙的形式我们待会就会请三位主讲者 来做一个talk 做简单的talk 然后就带大家来答辩讨论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请到台大前程教所的沙龙权教授 来当主持人 那我们沙龙教授是国家防灾中心的前主任 那他现在到其他地方去服务 那我们欢迎沙龙老师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三位主讲者 就是我们请到这个洪建平教授 他也是我们台大的这个生工系 生工系的佟老师 佟老师在气候变迁的这个领域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然后我们请到台北大学员 城乡不动采买的洪池老师 那我们刚刚跟他有一个防灾计划 那另外我们请到这个国家防灾中心的陈永明博士 那他们三个再次可能都有相当研究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轻松的来进行 那我就把棒子交给这个沙龙老师 谢谢周老师还有谢谢各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沙龙 本来我刚刚在后面有说 今天沙龙沙龙好像很硬 我没有酒可以喝 不过我想这样啊那个 我不知道各位这两天 各位有担心什么台风又来 这样 没有 不是很担心 因为不是在南部 南部人大概比较担心 不过我在看今年 上半年不是完全没有 不过基本上 在这个上半的夏天 好像我们台风比较少 那最近好像台风多一集 很多人就说 哇怎么这么多台风 不过看起来应该不是那么多 以我的经验来看是差不多 我记得以前我们因为要参加用变 我说每周一台 反正礼拜一到礼拜有上班 礼拜六礼拜一天就是要用变 那现在大概就这样做 不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比较 刚刚我讲的是说 在今年的上半的夏天 好像台湾比较少 不过大家有没有看到 当时还是有很多台风 而且都跑到日本去 对不对 跑到日本 日本很惨 那几乎是每个人飞一个台风 那我在那个时候看到他们 NHK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 叫做异变台风 他说台风好像跟你以前都不一样 那他们做了很多的分析 那有一个问题是 这是不是叫做气候变迁的影响 大概因为台风不来 我们这边我们就不去管他 不过如果各位对台湾有点了解的人 以前台风到日本、韩国的事量非常的少 而且那个时间大概都是在秋天那时候 那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对以后我们整个環境是不是有在改变 那我想 这个是我一个 在因为今天 号称有海马台风料 绕着台湾什么 扁上 这样的邀请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的注意到 不過今天很高兴的是说 对气候变迁这样的议题 好像大家都很关心了 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那这个议题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个气候变迁涉体的换走能是非常大 不过今天我们对气候变迁 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灾害 以及可能它的调试等等 我们希望透过刚刚介绍的三位奖者 来做过这个应援 然后让大家等一下我们开放时间 给各位来讨论 那周老师已经介绍了三位奖者 我再补充一下 从我的右边 就是童俊兵童老师 台大生工系 生物环境工程 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 反正现在我已经念不出来 那让童老师大家 从系统分析的角度 做了很多有关气候变迁的分析 特别在 他也做了很多服科会 或是其他降温部会 最近我不晓得 他对水质源的分析 做了很多 对气候变迁的调试 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很谢谢他 因为他今年是 好像这个水旗是SAPATICO 今年应该是放假 所以今天特别来 谢谢他 那第二位那个 冯鸿智隆教授 他是台北大学 叫做不动产的环境 沉加环境 沉加环境 太常了 为什么特别请他来是这样 因为 冯老师在都市回望方面 那这几年呢 特别对于 所谓的韧性尘世 我们因为有这个叫 气候变迁 然后有调试 有韧性这样的一个议题出来 那欧洲这几年 对气候变迁 非常的重视 那他们特别在国土规划 在城乡规划里面 已经开始 怎么要想去调试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 胡老师自己很特别对这些议题 有去 不只是作为研究 他还去参加他们的 这些实际的操作等等 所以我想他等一下可以用去 这方面多了一些理解 那最后一位那个陈阳明成博士 他是在NCL 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不是防灾中心 是科技中心 那 不过台湾 台湾是一个 我们现在有一个叫TCCIP 一个叫做 台湾气候变迁推估以租性平台 我这个更常 有一个这样的计划案 那各位或许没有听过 不过这个计划案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计划 是一个大型计划 有很多的 包括中原院 中原系列 或是很多大学老师的参与 那他是在推估 未来 我们台湾的 气候变迁的情境是什么 我想 我会请他先介绍 在世纪末 到底有哪些气候变迁的 这些状况 然后这些状况底下 会引发了哪些的灾害 他们在这个计划里面 有对这个灾害的冲击 有一些的推估 那我想 从这三位来 我们可以 先从这个请陈博士开始 然后我会请童工教授开始 这两个会谈到这些音变的问题 然后最后我也请 这个 童工老师 再从都市规划脚步看 不过他们一定会 也都多少 会提到那些的调试 我想 我就先这样介绍 也让大家先留一个概念 是说 我们会把情境先告诉各位 然后看到这音变 然后最后是调到调试 那 所以我们会多留一点时间 给各位来讨论 那我是不是就看 只是这个方向有一点 所以大家就自由 来 来 好 各位朋友 晚安 大家好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个灾害冲突的阵道 我想其实灾害的经验 其实大家发生的时候 感受是很激烈 可是说实在也很容易遗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些 从去年到今年 其实陆陆续续也很多 极端的一些天气段 这种情况都在破季度 这个破季度 这个破季度不是破二三十年前 是破百年代百年代 所以在组织上 它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现场 那首先大家看到 今年非常热 可能大家前一阵子 台风比较多 比较凉很多人忘记了 事实上 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热 那这个光六月份 超过三十五度的天气 事实上就已经破了 这个台北市 大概一百二十年代的景 就是涉及观测站的感觉 那事实上 我们更完整的统计 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个真的是一个 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 就是很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超过三十五天 光是今年就有七十四天超过三十天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大概早期在台湾 大概二十几天左右 大概是一年大概只有三十 二十天左右的三十多天气 可是现在几乎超过两个月以上的 那么热的天气 但是我们讲说 未来可能超过四个月 到五个月的温度的天气 那是可以被推移出来的 那事实上这样一个状况 事实上非常极端的热的高温 35度是所谓的那个 我们人体会感到不舒服 就是WHO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定义 可是事实上在台湾 如果超过三十八度的天气 也是越来越多 光今年就超过五天 我们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状况 那今年夏天很热 那大家可能也忘记 今年年初的时候非常非常冷 也就是我们在平地的时候 还看得到下雪 可是我们都没有去看雪 事实上这个雪的影响 一直影响到现在 就是大家除了前阵子风灾 所造成的农中损失 事实上年初的这样的一个低温 事实上造成台湾农产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一直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她的后遗症 那事实上 除了极端热极端冷之外 事实上从去年的年初 那今年是 今天报纸过大家有没有看说 今天看到的水库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到这个时候 还是全部都是满库的状况 所以今年的水非常非常多 可是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几乎是1947年来最干旱的一年 在气象上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当时日日潭的一个 九只蛙的这个状况 那同样的 事实上去年的一个暴雨 住在我们公館这附近 事实上是一样130几 我想如果这边同学应该有印象 事实上在整个金融路 包括我们公館这边 都淹水非常厉害 那这样的一个暴雨 基本上是一个都市 是非常不容易去承担的 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未来 不管过去的观测 设置到或推幅去到 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 非常极端暴雨 未来出现的频率 会逐渐增加 那事实上台湾最严重灾 还是台风 这是去年 它就在我们北部地方的 这个苏黎的台风 这是一个乌来中治理的空拍照 这种拼切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从上游崩塌到下游 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崩塌地 事实上当我们在觉得台北 北部相对安全过程中 可是事实上只要碰到类似这样子 破纪录的降雨 事实上山坡地 一样是很能去承受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另外一个 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出现的 所谓破纪录的强台风 事实上不是今年 大家可能今年看到 南部又破纪录的强台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这个杜鹃台风在北部的地方 有观测到 就已经破了这个 百合气象站 跟安部气象站的一个 建栽的新纪录 那在东北角跟东北部地方 事实上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拼破纪录台风 是今年大家应该很有影响 刚刚提到的 事实上也是台东的一个 策战的观测记录也被破了 那造成的农业损失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那到现在都没办法去恢复 那更何况后面又接了两三个台风 所以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张简单的图里面可以反映说 台湾的一个极端天后 事实上它反复的出现 不然是热冷 干旱 或者是暴雨 台风 或是强降雨 或是强风 事实上它在短短一两年间发生 事实上你可以视为它是短期的现象 可是它所在气象中呈现的纪录 基本上它都是破了非常长的一个纪录 所以不能不正视 它所代表的一个背后的意义 那事实上我们过去也做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统计 事实上从降雨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台湾过去这十几年来 的强降雨的部分 的确看起来有特别明显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两千年以后 这种强降雨的台风 事实上它发生的比率 是明显高过于过去的一个三十年度 那在所谓的枯旱的这样的状况 水晶圆分配的状况来讲 也有类似的状况 从早期的这个夏天的台风的降雨 只占了百分之大概十五到二十左右 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百分之三十左右 意思是说我们的降雨 越来越极端化的状况 这个是越来越明显 就是说老天爷给台湾的雨 大概差不多就是2550mm 这个是平均雨量 也没有太大改变 可是它越来越集中在剧烈的降雨 或者类似像台风事件这种极端型的降雨 那所带来的一个 不管是水库的库隆 或者是淤沙或者是洪灾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关注的警訊 即使说我们的水资源 这样分配不均的一个问题 相对来讲 冬春两季的一个降雨 就会减少很多 那现在我们关系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过去都是四五十年 生一百多年来台湾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这张图大家参考就是 事实上IPCC大家经常谈到说 未来的气候会怎么样 事实上科学家设定了几个情境 那蓝色它有四个情境 通常RCP4.5是一个大家觉得 比较可能排放比较均衡的状况 那也是这个巴黎洗衣 大家希望有一个目标 不过目前科学家在推估很多情境的时候 会使用这个RCP8.0 简单来讲 就是排放很难控制的情况下 所衍生的一个未来地球这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的一个地球的增温幅度 最严重可以到 所谓的大概四度多左右 那海底面的上升 可以将近到一公尺左右的一个高度 那包括这个降雨极端化 事实上不管是温度或比较快 会呈现越来越急 风越风哭越哭的一个情况都有 不过这毕竟都是全球性的资料 我们还是很想知道说 台湾自己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 事实上国家在推动这样的研究的时候 是启动了相当大的一个计划 结合了很多的学员单位 以及作业单位 大家去把这样的一个资料 希望从国际接轨 然后希望把这个资料 应用到不同领域的一个冲结评估应用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资料来源 是全球非常多的一个模式 那是搜集来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模式 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它做成是 台湾降始度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 从温度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真温的情况跟全球一样 就未来的 越来越暖化的情况是明显 甚至在ICT820刚才讲的 是相当不好的排放情况之下 整个台湾可以升高到4度到5度 尤其我们北部地区 增温的状况会非常的明显 那可以看到比如说去 比如说在台北北部围 大家可以增温到不同情境 最远就可以增高到5度左右 那刚才提到的一个 风月风枯月枯的降雨情况 事实上在未来推过的情况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种状况也不乐观 所谓不乐观就是我们的春季的降雨 事实上也是在逐渐减少当中 那夏季这种风水期就是暴雨形态的 这时候的雨会变多 就是刚才讲的 过去所观测到的这种风风水期不平均 在未来的推估也显然会有类似的状况 那刚才提到的这种台风 大家可以观察台风 一般人都很好奇说气候变轻之后 台风会变多变少 那目前看起来所模拟出来的 台风事实上是变少的 不管是整个西北太平和台湾 那全球的研究大致都倾向的 这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个就是未来台风发生的 比如这是现在的 未来台风大概就一年来了一两次 这一次这样子 那像今年这种早年初这个台风很少 或是像去年这张台风也不是那么多的情况 是比较属于未来暖化可能发生的状况 那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比较难读 不过基本上大家可以理解 这红色就是未来的一个降雨 就是越靠右边就是降雨越强 那意思是说台风少就是一回事 那可是只要台风一来 它的降雨强度就相当变得比较强 所以意思是说未来的这种极端化 要么就少台风 要么就是你的这个雨就变得非常强的一个前景 事实上这种情况背后所隐瞒的就是说 未来我们台风贡献的雨 在夏天的雨不见得会像以前那么多 它会偏少就红色就偏少 可是这个降雨强度会越来越强 事实上对不管是对干旱或水这样 都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充值 那我们也可以把不同的流域所看到 未来的这个降雨状况 事实上这个在未来 不管是世纪中世纪末 整个的流域的状况是未来降的强度 都有变强的状况 反映在这个河川流量模拟上 事实上它也给了一个相当多的红灯 这个红灯的意思就是说 超过这个河川的防护标准 那基齐我们可以理解到现在的状况 比如说假设比如说像莫拉克 它是一个只有一场事件 可以会超过这个河川的防护标准 可是未来越来越多红灯所显示的是 在极端气候越来越平白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河川不见得就是要面对更多 这样一个极端的损人事件 那同样的我们把这样的资料 转换成所谓的气候变迁风险地图 就呈现整个台湾在气候变迁影响的底下 它可能造成的一个区位上的一个影响 那基齐气候变迁或是不同阶段所造成的影响 这是淹水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 未来在整个中南部地区越红 就代表它气候变迁所造成的风险 是越来越高的 那同样的波利灾害也是在我们中南部山区 相较于现在来讲 它所呈现的波利灾害风险就越来越高 那刚才提到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讲 温度未来会怎么样 事实上当这张图画出来的时候 我每个人都下来了 我还问我同事说 都确认你有算对吗 他说尤其是在台北 高温未来会 刚才提到现在大概一两个月已经差不多 就快受不了了 那未来可能增加到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意思说从四月份开始 可能就会出现三十五多的天气 直到十月份、十一月份都有可能 那表示这整个的 不管对能源、生态 或者是健康来讲 都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举例来讲像这个是 在计划里面的 长榮大学的老师做的这个登革的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受到高温的影响 事实上未来这个登革的 从现在的南部的地方 逐渐都会蔓延到北部的一个状况 尤其都会去的部分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高温所带来的一个风险 另外最后一张图就是 有关这个暖化底下肯造的另外一种 就是农业的部分 这张图的显示就是农业稻米产量的部分 那不管是第一期到时候 或第二期到时候 所以这高温的影响 因为它生长期会加速 生长期加速的话 事实上品质就会不好 产量会减少 那可以看到 事实上会逐渐减少 15%到20%这样的一个量 所以从不同的资料 显示我们过去观测到 未来推幅的资料 事实上现在很多的一个领域的学者 尝试把这样的部分 转换成一个可能的冲击量 那我想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然后没有调试的部分 我想会后面两个老师都专家 我就进行研究真实的问题 以上朋友记得 郑博士 我想他把气候变生的未来的状态 给大家做什么 也做了一些可能的所谓的冲击 那我想这些试据 因为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 这个大德儲度的资料 所以把它降儲度到台湾 这几年来经过大家的努力 是要更影响 在四季末的时候 台湾可能的包括降雨 包括这些所谓的温度 事实上降雨还是一个问题而已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 可能是会感染 那因为这样降雨产生的像玻璃灾 还有烟水 甚至因为高温产生的所谓的核热等等 那这些都是可能我们会面临的一些的因素 好 我接下来就请龚老师 从他的角度来对 这个 未来的可能的这些冲击 或者甚至这些调试 请他来接受 谢谢陈老师 还有赵老师 还有这边两位博士 还有陈教授 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把一些英文部分转成中文 不过没关系 有些我就用中文讲 那其实我气候变迁做蛮久的 1990年去美国 我的硕士论文就做气候变迁 那做很久以后 因为我现在五十岁了 再十岁了 你要退休了 我开始想我真的都要只做风险吗 所以开始思考 既然我们将来面对的是气候变迁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我想接下来 刚才陈博士讲了很多就关災害风险 那这边我还是会接续后面 再做一些它的影响 尤其在水池的部分 然后我们怎么去调试它 我们思维是什么 那待我谈思维 因为今天我想是技术细节我就不谈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一直研究是在思维的一些机会的部分 因为气候变迁不全能 当然它带来很大的风险 可是事实上它带来很多的机会 所有的问题 能解决的问题都是机会 所以你看到问题不要怕 就是你可以去解决它 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们怎么样 藉由好的调试 降低灾害 然后掌握机会 我觉得那可能是比防災之下 有更提高一个掌握机会的机会 的一个气急 那我们其实叫做生物环境系统工程 因为当时我参与改名字 我们当时就觉得生物很红 环境也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系统就是工程 可是没有系统整流不行 所以所有的热门 只要学生看到哪个 我们就把他喝起来 所以全叫生物环境系统工程 这是我系名字的由来 那其实我们在 我刚才讲过气候变迁做很多 那现在参加过很多政府各个部会 或是相关的 不管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甚至一些学术团体的一些问题 可是常会觉得有时候 大家在谈气候变迁没有弄清楚 你到底在解决气候变迁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的界定到底清不清楚 我印象最感受最深刻 我想陈博士有参加国发会 一些县市政府这些调试计划 感觉到我都常讲相桩五件 至少还是到他意在配工 可是很多的调试计划做半天真的 他们没有搞清楚在做什么 所以有些我觉得问题的界定很重要 你问题界定清楚 你提出对的solution 你会事半功倍 而且你提出有创意的solution 那会是机会 不然你会做了半天 你觉得你在做调试计划 花了几百万几千万做调试计划 结果没有用 那其实是浪费钱 现在台湾其实经济发展那个阶段 不像以前就是很多的经费跟支持 很多常识性的计划 我觉得已经不是了 所以怎么样去面对清楚的问题 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就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讲说 其实我们希望是一个永续的未来 希望未来是永续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 我提到我希望十几年后退休 我实在生活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可是问题是climate change 或是climate variability 气候变迁 气候这种变异性 变化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影响呢 它可能是一个危机 可是危机这两个字旗很有趣 你没有好好处理它是危险 可是你好好处理呢 它是转机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地面对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那我一直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要谈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好闷 然后一直谈 房子在谈 我都觉得 每天回去心情都好差 所以开始想一想有没有好的部分 会比较快乐一点 会比较快乐一点 其实真的有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在思维上 我觉得也可能 开始大家一起来转变 解决问题之下 我们也没有机会 这机会是不仅让我们生活更好 甚至经济更好 事实上是有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些 我们的想法 我们刚才在做这些转变的思维 那其实刚才有名提到一些 我们过去的一些资讯 那其实我们从过去看到 从最早纳利台风的这个 2001年 它下了425 这是台北捷运 那我们出国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一支 说我们台北很厉害 我们都用捷运当排水系统 对 那其实不得已 因为那一次下台北也特别多 其实当然没有现在多 可是我觉得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那时候在台北市的话 你可能有印象淹水 可是你可能没有印象这几天挺很久 这是台湾我们所谓的韧性 所以韧性就是我们可以恢复很快 所以我们韧性是一个很重要 等一下可能黄文教授 会特别提韧性的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环境一直在改变 你没有办法确保将来一定不会受灾害 可是我即使受灾害 我要很快恢复 就像说大家可能没办法保证你不感冒 因为太容易被感染了 可是我希望我感冒了一两天就好 我不要一生命生命一个月都不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会受灾 可是我要洗很快 可是大家看这资料 西元2001年 纳粒台风下台北一天425 然后也整这样 然后后面2020才又干旱 然后呢 在2004年爱丽台风下了800 那一次其实上游崩摊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整个不是没有水 那一次台风啊 陶原如果有做台湾应该低的 那一次台湾连续最长连续缺十七天 不是没有水 是因为水太涨 水为什么太涨 大家如果知道水进到我里面家之前是进到净水场 净水场有一个净水池 净水池是让沙沉淀 大家想想看沙沉淀又烧到哪里去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这边有公馆清水场可以去参观一下 那个自在水博物馆可以去看一下 有时候就有看到他们很多情谋在挖沙 就把那个沉沙的沙清掉 所以当这沙很多的时候 他拿感情到他的沉沙池 他处理不完 所以他其实是把他关掉的 因为他没办法处理 所以这是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将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的机会 现在大家还在想像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然后呢 接下来又干旱 事实上大家印象成个2009年莫拉克台风 其实不然在台湾乃之前其实是干旱的 那时候乃水衣署都很高兴 他们都讲他们已经很高兴 那天也是巴巴姐 所以所有的水衣署 有请乃水球就觉得可以去放假了 因为有水了 没想到他乃带成西南西流到很大量的这样造成淹水 这种情况其实好像已经变成常态 这样的常态我们就只好面对了 只能接受了 接受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掌握这机会就变成是重点 刚才永明提到的公管在去年2005年6月 4号还是10号啊 你之前也10号 可能应该是10号 不然就是6月啊 下一场131.5 事实上在前一年台中大家如果印象 下一场 注意哦 这当然很重要 这是每小时哦 我刚才前一张是每天 都市排水台是小时 所以每小时台中下了90 大家如果印象那次就是 一个妈妈带两个小孩到地下道见后呢 小时就出来妈妈没出来 妈妈死掉了 就是小时下了90 然后下个月呢 6月加以下了116 然后台北呢 在去年下了131 大家说那这有什么关系 淹水那为什么淹水 下面那绿色大家仔细看哦 我翻译成中文哦 台北的排水系统设计啊 它能处理的就是每小时最多78.8 那前提是下水道没有被堵住哦 如果下水道没有被堵住 下超过78.8就是烟 就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台北下131.5 大家要做解决 以前有个澳门学生跟我讲说 我们澳门很厉害 我们就是整个澳门的同学 他说我们就把所有下水道扩大 那是一个方法啦 可是不是好方法 下水道你如果等一下回去 明天白天去看 密密码啊 到处街道旁边都是 你全滑挖开 开玩笑 那工程多浩大 比以前我们在做 那个卫生下水道还要麻烦 不可能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开始有人谈海绵沉湿嘛 所以海绵沉湿说 我现在是78.8 然后131 多数了将近50几60 那我怎么解决 那可能就用其他去解决 我就用海绵沉湿去吸纳那些水分 所以你接下来要想的就是 你不要想说 我要一个方案解决131 不用啦 不用那么辛苦 系统的好处呢 就是告诉你要整合 所以下水道已经帮你处理78.8了 你接下来处理的可能是将近50的雨量 那这50的雨量 我们就用海绵沉湿 这华包署之前叫我去审题 那有个题目是 推动海绵沉湿把下水道废除 这不可行啊 如果有人念的是环境教育的教材 如果你被教这条 那条是不对的 我又跟他拿掉 我不知道他们要拿掉 你不能把下水道拿掉啦 下水道拿掉 78.8就没有人处理了 所以不能拿掉啦 所以要整合 你说下水道时 人工环境所以破坏环境跟事实上不一样 那是过去的错过错了 可是他至少排除78.8 所以这边让大家想 包含洪礁等下 一些都市的思维 一些规划 大家就想 都市的这边到底它的规划 到底设计的标准是多少 就是78 台北市就是78.8而已 台北市现在之前 前几年还没有下这一场之前 目标提到90 目标 他就问目标提到90 可是也不够 所以就要不同思维啦 不同思维 你说即使提到131够吗 2010年 美基台 我们就刚过的美基台 我们在2010年 来一次 同样的名称 在以来下183 非常非常大的预量 你说我们怎么追得上 所以其实这边不可能 有一个一次的解决啦 所以在国外我其实常喜欢用 Changing Climate 不喜欢用Climate Change Changing Climate代表说 Ing把加下一位 Ing我英文没有很好啦 就是进行式 它其实是一直在变的 它不是说我变了就结束了 不是它一直变 所以你没办法跟着它一直变啦 我说变了一个工程 我说提防加高 我下水到加大就完了 不是 不过真的是完了 吃不够啦 就不是结束了 就是你还是要做 所以你要不断的去调试 可是很糟糕的就是 我们过去我是工程虚拟 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 是叫水移工程设计 所以我们工程水移设计 是什么设计 我们根据过去的匠领资料 去做统计分析 然后去规划说 未来我在一定风险之下 我只要设计48点 就够了 可是我做了一个假设 统计的假设 就是这个统计特性是不变的 可是气候变天很有趣 它就是告诉你会变 所以我常跟我们西洋学生讲说 你站在一个很有趣的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教你的都是错的 所以你蛮倒霉的 可是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怎么教新的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想来 你站在一个好时代 你以前都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怎么都倒霉 这么简单要说 早生出来我就想到了 现在你就在这机会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没有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再抱怨说你太晚生了 你现在胜在正式时候 你胜在正式有机会的时候 所以你要去想 当你能想出答案的时候 这样才搞不好人家说 早上我就比你早生就好了 你现在就站在这个机会点 我真的是正样认为 所以不要只是想 我很倒霉 现在这时候气候变天怎么这么糟糕 其实你充满了机会 就像我刚才讲这边 我们教学上其实有时候教的 都会有点心虚 因为你知道讲设是不对的 上连而国也开始面对这种气候变天问题 大家知道他们在统续发展也定了17个目标 事实上他们之前有一个迁徙人的目标 然后后来在去年又核定了另外一个17个目标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定的各种可能的未来 永续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其实谈气候变天不谈永续发展是很奇怪的 就像说你现在开车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 漫无目的一乱开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自己装浪漫装休闲 如果你开车你不会设定说我要去哪里 然后走哪条路吗 大部分应该都会 譬如我要去高雄 所以我现在走一高还是三高 应该设定有目标一个路径 所以一样面对气候变天是这样 我现在设定说我要去高雄 我现在走一高 隔一高塞车 所以我被要求可能要顶吐我下去 或是在修路 可是因为我要去高雄 所以我知道我要挽回来 怎么挽回来 永续发展的目标就在这边 如果你没有永续发展气候变天的冲击 都没办法评估啦 就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呢 我往这边走我要怎么走 然后气候变天到底把我偏到哪边去 然后我才把它倒挣回来 所以你如果对气候变天有兴趣 你一定要了解永续发展 你如果不了解永续发展 你就没有办法做气候变天 但也可以做啦 只是事非公办 现在其实做这些气候变天 其实越来越早下 我刚才讲一个是机会 一个它有点像我们在治疗癌症 那种标靶的治疗 你没有办法用很笼统的 因为很笼统的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不要讲到精准 是要尽量合理的去对准 你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其实现在国外 刚才其实陈家座有提到欧洲 其实欧洲对气候变天是非常serious的 美国其实相对是没有 就像他中央其中一个 跟我们不相信气候变天 不过这也不是信物 其实之前的状况也不太相信 之前不是欧巴马 欧巴马之前不信他们不太相信的 可是欧洲是很积极的 所以欧洲其实不仅是谈气候变天 因为他们觉得上次谈 我怎么样 让他可以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如果大家有 这边可能工工行政相关 我会不是这个状况 不过在执行里面 像我们水利 我会有一个策略 我有一些措施 这些都规划好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是执行计划 我要怎么样 从现在到未来二三成 我怎么做 所以他们现在谈就是这个 他们叫pass way 就是路径 我怎么走 所以他是有计划 所以气候变天不要说 我气候变天很恐怖 我什么事情都要做 他竟然 因为气候变天也有不确定性 搞不好明后连风平浪金也不一定 风平浪金不代表 我就没事了 就暂时停止一下 所以你是不是要马上就做 有些不一定 所以到底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就很重要 大家如果去看Walkbank 就是世界银行 他现在要求主要投资计划 都要做一个climbing smart的 decision making的评估 所以他climbing smart 不是气候聰明 就是你面对气候 你还很smart 所以smart的只是什么意思 你要做适当的动作 然后还要在适当的时机 不是什么就批啪管界就做 不是 所以做气候变天政府 可以不要科学的知识 没办法 他一定要科学的知识 没有科学的知识 他是盲目的 所以科学研究为什么很重要 所以帮我们科学一些 做一个宣传 那从现在我们现在的状态 怎么样从这种災害 走到未来这种永续的状态 我的路径该怎么走 那可能这路径会受到什么影响 会受到气候变天的影响 可是也不要怪这些气候变天 社会经济发展也会有影响 所以社会经济发展跟气候变天 有时候换一个地方政府 换一个首长 他可能这次就改变了 这些综合影响 我这个路径可能会被bias掉 那我怎么调整回来 这将来就很重要 你怎么样去评估我偏离的风险 我怎么样建构一个 让它回归正轨的一个调试方法 这是气候变天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在我讲过气候变天已经做了很久了 我觉得永续发展反而是重点 你怎么样逃到未来永续的一个 quality的有品的生活反而是重要的 那我们讲气候风险 气候风险 那什么叫气候风险 其实周老师是专家 气候风险之间 我们在谈气候的风险沟通 可是有些人知道定义不一样 坦白讲沟通讲其实真的很有趣 你会发现到讲半天 譬如说陈良前、陈教授、陈博士 在災害里面的风险 跟气候变天的风险定义就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没有去讲清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几筒的压奖 我跟陈教授不会啦 他在很快 可是有些人在跟其他人在谈 你会发现他讲了 大家都在谈风险 所以在谈一些策略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他会听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我们既然在谈气候变天 我就要先谈什么叫气候变天的风险 他的定义 但这个定义不是我定义 这是IPCC 就是跨政府的联合国 气候变天的跨政府组织 他有提出来的 他的风险是有三个因素 一个是Hazard Hazard就是危害 比如刚才有名提到温度很高 降雨、极端降雨 或是场景不降雨 低温这种叫Hazard 危害 可是这个是不是一定造成的风险 不一定 另外一个因子是Excordial 就是你要曝露 比如我今天外面很冷很冷 那你是一冷你就很容易感冒 那你不要出去就没事了 所以你没有暴露就没事了 刚才说这边淹水淹得很厉害 这边就没有人 那淹就让它淹嘛 就像以前南科 南科你知道吗 南科是台南的淹水 就是让它排水到那边的 所以南科没有设在那边 那淹水有什么事 可以南科把它设上去就有事 这可能就是 黄教授可能等一下谈了 土地利用规划的问题 除了这两个以外 没办法就已经设下去 就已经扣脚在这个环境里面了 还有第三个因子 法拉比特地 法拉比特地这个名词 还包含两个因子 里面一个叫Sensitivity 敏感 就我暴露在这边 那我明不明感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同学 你比较怕的 我比较不怕的 我们暴露在一个 比如说八度之下 然后我们都穿短袖 你可能感冒 我不会感冒 我比较不敏感 因为我对这种温度我不怕 可是你也很敏感 只要一这个地步你就感冒 那你怎么办 那就去吃补药 把身体补好一点 但我这讲的 这算笑话 这是人体的部分 可是这个系统也是这样 你要去改善它的Sensitivity 另外一个在 法拉比特地里面说 敏感度还有另外一个是 调试能力 就是我应变它的能力 譬如说你遇到八度 你穿短袖就会感冒 那没关系嘛 你的调试是第一是什么 你有带外套 你有带外套 你记得把外套穿起来 外套就是你的工具 你会把它穿起来 你就有调试力 你也没事 我讲这个 一方面是定义风险 一方面要定义 像台气候病毒造成风险 到底是危害太高而已 还是因为我暴露了环境 暴露的部分 其实就是黄教授等一下 可以去解决的部分 还是说我基本上已经暴露了 可是是我调试力不够 还是我体质太长 到底什么因素造成的 那你要解决 要针对这个音质 不要瞎着默奏 就去试试看 我们没有太多try and error的机会了 所以这部分其实就很重要 这是举例 我这个简报档如果到达兴趣 可以跟主办台会扣 没关系 所以你们也不用操劳 所以有些你们就扣去 OK 那我大家看一下 刚才其实有名 陈博士提到一些风险图 这边也是其中一个 这是水之有名 让水医署做的结果 那这上面多简单来说明一下 从左边到右边 左边是现况 那中间是2031年 就是民国120年 没有气候变迁 只有经济社会发展 它也是会发烧的 红色就是它还是缺水 越红代表缺水情况 风险越高 如果加上气候变迁 再加上经济发展 你可以看到新竹 陈博和桃园 缺水情况都很严重 这部分的确是 降来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这是南部的 这三个图有点不一样 最左边这个是 就刚才讲 有气候变迁跟经济社会发展 你可以看到沿海地方 红红一片 那水医署本来就有一些 相关的水资源措施在做 如果这些都照规划去做 是可以降下来的 我只是在2031年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补充一些 额外的加强措施 可以再降到更低 所以适当的调试措施 是可以把这影响降低下来的 那刚才讲这调试路径 因为时间外 我就简单解释就好 我用后面这张图来讲 大家坐过捷运嘛 我这边有花张图 我住在永和 那边应该算中和来 永安站那边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北投 我想去泡温泉 所以我在永安站这边 然后我要到北投 所以你就会规划 怎么路线怎么走 我可能坐到东门站 转向山线 我也可以坐到古亭站 转新电线 然后到中正健健堂堂 再转向山线 都可以 到底要转哪一个线 就看我喜欢 我至少把有一些可能的走法找出来 这样看条式路径也是这样 科学家要做什么 我要做所有可能的路线 我有很多的行动 可是我应该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决定出来 那找出很多可能路径 最后走到哪一条路 所以这边有社会 这刚刚社科院 现在社会学习就很重要了 这就是Stateholder Engagement 这其实陈老师也是专家 厉害关系的人参与做决策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帮他做服务 所以他们来决定 所以条式路径很重要 就是我从现在到QO 我设定一个目标里 那怎么样去做规划 规划以后呢 跟民众餐饮再来决定 这就是Stateholder 去决定 国外其实这一块做的还蛮多的 另外我想谈说气候边间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跨领域 过去刚才我们也提到 一些工位的有粮食 我过去做很多 那都是各做各的 可是在条式里面 很多会有一些trail 比如水利署 面对气候边间他想做什么事情 他想把农业尽量减少放开 把农业用水转到 生根工业来 可是农委会面对粮食減产 看来有名产生的现象 他想到是提高生产量 所以他要修根活化 他要把一些修根土地 再从活化起来种 那也要水资源 所以农业为了面对气候边间 他要增加水资源 可是水利署为了面对缺水 他要降低农业用水 所以他们两个是冲突的 可是对农民来讲 他是共同的交集 所以这是冲突的 你怎么可以不协商 可是科学上有没有办法 告诉他们做之前就先做协商 所以这种跨领域的研究 就非常重要 不仅是这样 不然工会都是 比如说盐海这边 会造成地震下坚或淹水 所以民众就把他牵走 那很多老人心里也会受伤的 在工会不是生病而已 心理问题 所以很多很多层面 甚至温度很高 情绪会变得很不好 或是你常给我缺水 我还要去买矿泉水 我也会心情很不好 这也真的很多跨领域的问题 其实未来的气候边境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跨领域 所以我把它挑过去 最后我想可能要提醒我结束 Opportunity 这是我刚才秀的风险 其实气候边境现在如果大家仔细去看IPC 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研究 没有仔细去看IPC的报告 他报告如果仔细去看 他对风险的Driving Force 已经常谈得很清楚了 这对Driving Force 产生的风险定义也很清楚了 所以这因子会导致一些危害 这危害因为我们社会经济的暴露 跟我们系统的一个脆弱度 导致我们的风险 可是呢 我们最近提出一个 叫Opportunity 其实秀有一些产生是一些利益的 不是没有 像刚才有名秀 我们台湾的稻米是减产的 可是在很多地方 有些像玉米是会增产的 它不一定是减产 它是增产的 我们最近做一个研究 就是用海绵城市这些措施 应用在一些社区 它可以到水池源来反而供应增加了 不是减少 所以其实真的存在很多的机会 我们现在就要证明这个事情了 所以你有一些利益的因子 不是Hazard 它是一些利益 你已经有Exposure 这个其实我们是真的找 这不是我们自己翻的 这是有真正名称 叫Anti-Volumability 意思就是说 我越不好的事情 我反而越好 所以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更好名称 如果人民有在Email给我 所以是有人用Anti-Volumability 如果越不好 我反而结果越好 这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Upportunity 所以我觉得这将来也是一个机会 那我想 最后我想做一点广告 因为除了刚才TCIP以外 我们有个Ti-Case计划 其实那计划 接下来就是要跟TCIP做整合 不过我们自己其实推动了一个 我自己把它叫Ti-Case 你很喜欢猫 所以加个台湾猫 那其实它的真正意涵呢 是我们做一个气候评件 调试的科技服务 那这个呢 我提到加上这个就是产业 我们现在是往产业的方向走 我们现在产业的方向走 第一个就是我们往标准的六步骤 标准化 标准化以后呢 包含它每个步骤该做的事情 它开的工具 它的资讯 资料、资讯、工具、步骤 都是产业 因为它可以提供科学服务 服务我们就不是只有政府 包含社区、包含产业 真正的产业、电子业 因为我们也要做一个联电计划 最近呢 其实像资成 还请我们去做一个做摊位 谈产业这部分的需求 他们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在资成 我这个讲完就结束了 他们被要求 它这个Apple供应链 他被要求的是做报应管理计划 所以知道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 我想其实拖片里面有很多 或许有些大家等一下问我再不知道 其实像这样 我们去解决问题的这些know how 其实都是机会 科学呢 其实除了解决问题以外 其实也是创造机会 所以我希望借有今天的机会 大家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思维 大家对气候变性很关心 也可以去思维 我们到底机会在哪里 就先讲这边 我想说气候变性会有Empact 那当然我们Empact 就还会有一些调试 不过我想通常是更积极的是 不只是调试 实际上是一个机会 的确这个现象 我想等一下 洪老师大概会讲 如果你到欧洲去 今天他们已经不是纯粹只是坦调 他们现在很高兴 因为有气候变性 而且他们刚刚讲 因为他们也不是记事 他们发现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想气候变先 从一个比较悲观的到 慢慢能够调试 甚至会变成这个积极一点 甚至有乐观的情绪 那这很可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 我想等一下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来谈论 那接下来我就请洪教授 来对于这个所谓的 任性都市、城市 因为城市里面居住人 实在是很多 而且这个能够 因应这样的一个精神 大概更重要 当然那个粮食 或是融入不是说不重要 是在很多人的地方 只会引到这个时候 我想接下来就请洪教授 好 周教授 陈教授 还有三位 教授 还有各位 大家午安 我现在这个机会说 其实我压力蛮大 我想说我要讲什么 我知道我出门的 前半小时还在改这个投影片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刚才 我觉得昨晚当台还蛮好的 从陈博士 从教授 知道我们 其实我们是有关心的 但我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是很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的气候变迁的整个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 人类社会来 我觉得是面对最大的挑战 那这挑战其实有件事 我想这其实台湖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所有的 其实我觉得气量局蛮可疑的 都会哇 就骂气量局他预测不准 这个什么雨量不准 可是我告诉各位都说 气量局他只是预测明天的雨量 然后秋明天是多久以后的事 他等30.50 100 那你会记望他预测很准吗 那答案大概很大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环境 如果我们一个都市来看 其实我面对很大的决定 我们要面对会怎么样 下个小时三个钟会怎么样 所以你要科学他很重要 他会提供我们很多的基本知识 但是他没有办法回答什么问题 所以真正的你要开始去面对这个挑战 你不是记望科学给你的标准答案 而是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 我面对的就是不确定的事情 好 那所以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在那边各气候变迁 可能会增温 可能会上升 可能几段天气 这些都是可能的 但是确信环境是我不了解 好 那我想这几年 在全球里面 其实人的都市都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那我可以做什么 那可以做什么 你刚才投资后讲的很好 就是说你要做什么呢 但你做这种问题就是说 你真的要问对问题 来分析对问题 提出对的责任 不然的话你就会瞎 你再投资在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好 那这个事情就代表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这个秋天天 或是未来的极端的天气或是灾害 你不去那的时候 那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你回来 回到你最初的初衷 你就说 你外交人记得你要不要改变他吗 你改变自己怎么可以吧 所以你要改变自己 现在的 代表IPCC第四版报告之后 其实刚才 等一下我会讲 我会讲那个通话 这个之后呢 其实IPCC讲到一种中文的概念 就说 IPCC第四版讲的那么可怕 可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他后面出了一版叫特别报告 特别报告他就回到问题的初衷 他说呢 其实我们要改参 要回到城市加国家 甚至每个城市当中呢 你要试着想到 你改参自己的体制 好 那改参体制大概有几个角度嘛 所以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 就是脆弱度 等一下我会深入感成叫脆弱度 然后第二个呢 你要增加自己的韧性 好 增加自己的韧性 可是脆弱度的韧性啊 有时候是千百的累积 你要一时改变自己的韧性 所以你能做的这件事 就是你要学会巧思 所以这三件事情 就变成要降低风险 建构故事 甚至面对秋冰箭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要方 所以秋冰箭里面 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去做诊断你自己 诊断你的弱点 你的强项 然后提出对的策略 这个大概是我们未来做的 好 那这事情呢 我们刚才提到 陈教授、董教授、陈博士 大家都提到 欧洲正前很关心这个议题 这个是明年在欧洲 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会议 一个是风险温习议 这个食材 这个不许是食材 重点做风险温习议 可是那明年的 在那个福拉里斯的会议 就要谈任性 然后欧洲的这个陈氏会也是 在英国福拉斯科 所以2017年 我看到很多会议都要谈论这个议题 所以这个议题 我想在欧洲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而且他们非常关心 好 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 既然催促温习议议 这么重要 那我大概要把它离清 这到底问题的真解答案 那这个图刚才曾教授 我谈过我就不声讲 我只谈结论 也就是说 从这图当中 其实我看到 你要检视你自己的景色 一定要有个方法 未来的世界一定叫做 集合脚业 没有一个单一要求解决收入问题 不可能 这种事情不存在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造成气候边界 甚至极端天气 或是造成强大的风险 一定有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来自我们人类 以前看牌放 所以我们以前都觉得说 我们要减排嘛 环保署很多 或是我们以前说 我们要降低碳排 要减排这个事情 可是减排这个事情 当然要做没有错 可是我们以前的科学 我们以前都告诉你说 减排跟调食是两件事情 可是现在我做做法 告诉你不是投电 不是两件事情 是投电事情 因为你会有把减排这个做得很清楚 然后回到你本身的脆弱度 改善你的步入 增加你的韧性 一起来 那你才能成功一点 好 那这个观点就说 好 那要什么做 有没有一个大家共同的案例或计划 那这个案例实际上 这样看就说 你要去做这事情 当你要认识这个整个 什么叫韧性 什么叫脆弱度 什么叫调试 你让它弄得很清楚 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拯救 就跟我要找病人一样 当然你要知道病人到底的特色是什么 好 那分析里面 其实 催热度这个东西 以前讨论很多的讲法 可是现在IPC 大概提出一个比较大一统 也就是说 什么是韧性 什么是催热度 但我说催热度是三个东西都组成 刚才其实同教所谈 一个当然就是敏感度 就是你对这个气候变前 灾害你的体质密敏感 如果你肯定感 如果你肯定感 当然你就可能更催热 另一个就是你暴露的程度 如果你跟灾害 究竟是没有接触 我想这个大概很难 你没接触 你当然是不会有催热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你 你有没有调试 你要是你体质很差 暴露的很严重 可是你有很强的调试力 你还是可以保留 所以有人在 我前面见到一个故事 有人在比较 比如说纽约的调试力 纽约比较脆弱 还是西藏比较脆弱 你还说当然纽约 可是你忘记成一件事情 纽约的调试力很强 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很难讲 所以这个大概脆弱度 这三个都是所组成的 好但敏感度什么都所组成 它包括住里面的人 里面疊的财产 你的社会 你的经济文化 这都影响你的体质 那这个是整体的脆弱化 好 那另外脆弱化其实谈很久了 可是现在在群组里面 有一派的人不喜欢谈脆弱 他说他太悲观了 就像童老师所讲的 哇 这个看起来很灰尘 大家都说自己很弱 那我们为什么不正面一点 其实这个是一体两面的 有人想说我们就谈韧性 但韧性当然有很多的解释 这个词其实是生态学家画的 可是现在韧性 我跟简代表讲的就是说 韧性就是指什么 指你能够耐灾 你能够吸收災害 你对抗灾害的能力 还有你从災害护原的程度和能力 这些东西的能力的总和 就叫韧性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全球里面 在研究韧性大概有一个进展 从早期的工程啊 灾害学 可是现在大概有一个结论 就是韧性它必须要实质 还有非市值 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 要综合性的改良 你才有办法达到什么韧性 所以你不可能只靠工程手段 也不可能只靠管理 刚才同道说我谈就说 我们如果要谈那个所谓的灾工程 就是把台北市的地下水都挖掉就可以 但不可以 你所有的东西都要一起来 所以现在韧性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你要全华位的 要跨科技整合 你才怕达到你的目标 那这个大概就是韧性的基本概念 好 那这个图啊 它大概很清楚就谈这个理念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城市 你当然会理了脆弱度 你也会理了韧性 那脆弱度韧性 这个都不是一两天形成的 台北市的脆弱性 当然可能从台北市都市发展就开始了 但韧性也一样 那所以这两件事情可能都有很长累积 可是我们如果要去改善这两件事情 其实你的机会就来自于你的调食力 或是你的调食的能力 你如果把这个强化 强化你的韧性降低你的脆弱 所以我们真正可以做的 可以去推动的 但就是强化你的调食 好 那这个我想是我们大概的基本概念 好 那这个概念 这个图里面 这个图是最新版 欧洲他们从欧盟一直下来 他们现在 我先跳到后面一张 他们现在出版了一本书 就是叫欧洲城市的调食 你看 那这个包里面它谈到一个概念 它说啊 依照我前面所讲的理念 你要进行调食 但是啊 是极合脚要吧 那里面要什么 要科学 你要有些知识 科学科至少都 虽然它没办法一百分了 可是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很珍贵的资讯 不会让你走错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再来 你要做长期的观测跟平补 那是动态的 你不可能说做完了也都没有事了 你要做长期的端态平补 做完一件事 大家看这块 最重的就是经济那件 没有经济来不会成功的 我现在去欧洲 我这仰仰的去开会 我发觉他们 我们在谈谈那个秋冰箭都很沉重 哇 讲到大家都愁眉孤怜 可是我看那个欧洲那里 这开会有一半人都很快乐 因为他们在讲什么 讲说产业发展 所以他们现在讲了一个名字叫做Climat Service Climat Service就说 我怎么应用我的科学知识 創造性的产业 那这个等一下我会谈到他们的一些都市案例 一定是他们这儿去落实 所以他们创造很多 我这人蛮棒 他们这些德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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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都在做这个事情 好 所以啊 这个谈讀事业的行程 你一定要这四个全部要拷大前 要把这个你的科学知识、你的经济 你的长期观测 跟最重要的Play-in 你要把它弄成一个非常具体的 有系统线的计划 然后去推动 这个你才可以成功 所以他们整个欧洲大概都是 在扣入这四等 然后去做众位线的设计 好 那接下来我再讲一些案例 这个人会比较 刚才前面讲的快睡着 我们来谈案例 那就是这案例里面啊 我这对报告啊 有一些到我从郭州代表 他们都在谈这些事情 就是说 郭州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啊 欧盟让他定一套 所谓的调试策略法 国家政策 那国家政策下来就是城市的政策 就一管一管下来 那验到下面 大家有的时候 那个写个两岸 好像是在应付 可是你看他 落实到城市 你也会非常惊讶 我们台湾谈了很多 气候变迁很多的概念 可是我们真正欠缺就是 我们没有那个很强的设计跟执行力 我们很多概念 几乎都有啊 我去郭州听 他讲的我都听过 可是他们讲做那些东西啊 我再有研究都没看到 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出在就是说 我没有把那些概念原则 非常有系统的 非常细致 就落实在你的城市化展 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的关键 好 那就这样子呢 我再来谈一些案例 因为实验局大概很简单的谈 这个第一个我们看荷兰 荷兰事实上他是在执行 欧洲里面的所谓的气候变迁调试 我看是最能证的国战之一啊 他很多城市都在做类似这样的事 阿普斯特丹 像Skiv 那个机场 那个新市这 哇他们就整套把他搬进来 好 那我自己讲的是洛特丹 洛特丹 洛特丹我都知道 他是一个三角座的城市 他是整个都市 几乎都在水平面下 但是以前他们的做法就是 哇 我就是盖地网 地网水赶在外面 可是他们现在想开了 那么说这个不是办法 所以他们开始要还地盒 还地盒 可是还地盒 还地盒 你讲的很简单 可是真的要去做 你要配套 好 那配套他不是这样做 他说他们透过很多的 我们先来看下一张 他们透过很多的那个都市设计 还有很多的方案 去把我刚才所讲的 你要把那个旧遍切 工程手段 推工程手段 服饰的绿化 公共设施 所有东西都要终合在这个设计里面 所以他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他们还地盒嘛 所以第一盒就会拆掉 往后引 那也就控制很多的地盒和穿 可是他们现在的计划是这样 他们几乎 为了硬硬这事 他们整个都要几乎重鞋 就是河堤外的 可以踏充施 因为河堤外就是要让他淹了 大水来就是要让他淹了 那你淹了 那有配套 你要补 很多都是农地 你要补什么补偿农 那河堤里面的 你要透过都市设计 所以他这样子就是一个示意图 包括公共设施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海面城市的做法 提防怎么做 怎么绿化 绿屋屋顶 还有雨水收集再生的人员等等 通通在航空挂在一个都市设计当中 那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法 好 那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 这是一个开发案 他们一个叫水工厂 这样一个开发案 那水工厂 那水工厂当中他就把所有的排水 氯化的设计 还有储水 渗水等等 还有再生能源 或者是等等 通通发生在一个设计案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细的一个都市化展的一个 这个案例 那所以一直就说 你要把调试跟所谓的减排 弄在一起不是不可能吗 看你们认真设计 那这个大概是鲁鲁丹坊的一些做法 好 那再来我们看哥本安科 哥本安科 我今年八月以后 我大概去参访他们这个故事 那哥本安科 我想一样 他们一样的 我们就咚咚咚咚咚下来 那哥本安科 我去的时候 我听他们做法 他们很惊讶 他们在讲说 诶 我们现在丘跟这个都一百人 对不对 可是哥本安科 我记得他们在计划主持人来讲 讲这事情说完 这个都要受最专长 国同 他说你跟民众啊 讲说一百年之后怎样 其实没人会理你啊 一百年在想说跟我什么关系 这个是我真尊子佑的事情 我现在活在当作最重要 所以他们后来计划全港 改成2025或是2030 就是你看得到的世代 好 那听回来不是说 不是口号而已 开始订目标 你要怎么做 那哥本安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他们希望在2025年 他们还要跟2004年相比 要减凡50 然后到2030年全程四方的 所稳的交流运输 我讲交易是公共运输 不用一滴气 不用一滴气 所以他们把箱台那个都拿进去 然后碳排吧 然后到2030还是30我都忘了 达到太平衡 他们目标定点清楚 但是清楚不是很口号 他们当然有配套 碳排在这样就说 那如果说气候变迁 他不是像荷兰 荷兰是所有的计划聪明 可是哥本安科的做法是 把所有的计划都纳入气候变迁 他们都计划 还有气候变迁的因素 把你投入进去 我们现在的国务接法大概是这样 未来做法大概是这样 把他纳 纳进去 好 这个大概是他的做法 那做法之后 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 我看科学知识要怎么融合 他们做法就是 开始做一些类似潜质 风险的评估 像这里面是淹水 这个是海绵面上升等等 他们开始模拟 那模拟要做什么 就是要找出暴露点 还有他们的弱点 好 那找出之后 他们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开始做一些基盘设施 其实欧洲很强调的基盘设施 他们认为说 要提升任性 你要想到这件事 未来究竟进来之后 一些基盘设施有毁损掉 你有没有配套 那欧洲我们都知道 基本设计很强 那很错 其实欧洲现在面对问题 我听你跟我一样 他一样财政困难 你知道北欧的财政困难 那我们其实蛮安慰的 日本有钱国家大概都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财政困难 是全球性的问题 不是只有我们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开始改善所有的集团设施 但是这个很长久的计划 比如说刚才整个排水 他不是放弃工程 而且他不是放弃的这个 他要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排水 然后相从都市设计 把它放大到这个 那里面就跟荷兰人像 把绿化 泥水下盛海绵城市 减碳再深远远 通融洞进去 透过都市设计方式做到 那这个我想是他的做法 这个就是他的示意图 一个城市里面 还有衣屋顶 还有什么泥水的收集 深入等等 减碳等等 所有东西都闹到这样的一个 都市设计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示意图 你看到计划书里面 他写得很清楚 所谓计划大概就是 纳入这样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起来 这个看鲁硕户史 我们看一个真正的案例 这个是在台湾很常见的安全岛 那他们在都市里面做的 他就是把这个安全岛 通融马化控 那这个就变成绿带 这绿带很重有功能 我们谈作的 我们谈作的安全岛凸起来 他是把他凹进去 那干嘛就是下雨的时候 他可以积水 这里可以收集水 然后可以下盛 那旁边就绿化 这个减碳 那还有一些照片 我会放进来 他们还做一件事情就是 公司是多功能 这个间距离化 还有儿童游戏场 所以他们在台湾 步道 公园 都在这个岸灶上面 所以我去的时候 看很多小数码在那边玩 那我们台湾 哇这个 我们很多公共设施 寡轮的地都没有钱征收 其实他们告诉你 你看地要很珍惜 也好好用 好 这个是做完 然后另外 我去的时候我听到 第一次进到这个地 这课题在 我刚刚讲到巴黎 一样 这个是他们的新港 这个是他的很有名的地方 那风景图片 你都看到这个 这一家他们叫新港 那这里还是一个运盒 各马克里面很多的运盒 那运盒要干嘛 他们说要减碳 但是其实台北市 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问题 我去了 我们都说要降低 那个汽车的流量 这样要减碳 对不对 可是这个地方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材 我们都没有想到 那叫什么 物流 物流 我们都想到 我们要怎么通勤 但是我们谈 特别是整辆路都是货车 那物流 然后他们就想到 物流都简单 能不能靠这个运盒 巴黎现在是这样做 所以啊 这个他们有个机会 当然这个后面 他还有一些 怎么易防海培院上升 一些机会 我想也有机会再谈 我现在大概 没有太多时间 好 那另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们为了要去做简单的事 我刚才讲说 他们在2030年 希望达到所有的大众运输 不用一起了 那别人计划 他们就是要开始 比如说 开始变企化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开发这种的电增 电增不是这个吗 包括公车 包括很多的系统 完全要改变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在做这些机盘设施 这个各方面都要做 那再来我们看巴黎 那巴黎 我们都知道 巴黎是 他为了要应用这个事情 他是两个计划的成本 像今年我从法国北来的时候 哇 那个法国就下巴黎 淹水 那在那个淹水的前两个礼拜 我在巴黎听不懂 讲这件事 他说 巴黎怎么样 巴黎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都市 但是他里面其实巴黎的淹水 台湿原 除了内水以外 内水就下雨 在渡市淹水之外 另外的就是 它是塞纳河的鱿鱼 所以他那么就说 其实要把巴黎的水要解决 不是巴黎本身弄法就可以了 要从塞纳河流液要做到处理 好 那这个大概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其实刚才童教授有讲到 都说 他们很喜欢用这个字叫行动 就是你要action 没action 大概就不会有那些故事 所以巴黎里面 他开始一定目标 比如他20年 他就要降到 降減碳反至25 他一定目标 开始去弄很多的都市设施去做整合 那都市设施我想巴黎一个 他跟克巴黎的问题不一样 他除了要在气候变筋之外 他也要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他希望都说 都市发展要社会问题要去解决 这个大概是他的做法 好 那这个 这个也就是商量流域 他们一样先去做流域的检视分析 但是他们做的问题 其实目的不是要看灾害检视而已 他是要找弱点 所以看他看黑色的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先跌 那个他们的发展 所以他知道哪些间路可能会淹水 会被这个灾害所侵害 找出弱点 然后开始对增下样 但是现在里面他就提出一个 因为他做人 他做人的时候说巴黎师 他的巴黎师的问题 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已 他是涵盖成都会 所以都会当中 他有不同的核心计划 市中心、市郊 有很多不同的都市计划去建立 那里面你可以一跨现在的情况 从减碳、然后节冷、防灾、 所有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公共住宅的建設 都是拿到这个机会 这个大概是这个做法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们很强调这个 这是那本绿建筑 这个建筑原本叫花塔 他说这个做立法不够 情况会是四面方在做 当然我觉得他有点作秀 不过他的做法就是代表说 他们绿建筑是完整的 这真的叫绿建筑 所以类似这种绿建筑他们做的很多 那另外就是山岸的改善 因为山岸我们都知道山岸是巴黎的核心 他两边大概都老做都市 大概不可能去动他两边 很多块是联伦国文化遗产 大概搞不了 所以他们开始把他做一件事情 就山岸旁边他开始就做一些 比如说提法、绿道、绿化 甚至强貌 刚才讲的很多的营出型 很多的计划都中文在山岸里面 所以在那边很多功能 那我看我那时候拍了张照片来 还蛮好 两个礼拜之后这不是淹水 整个水都冒出了 那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做法 好那再来你谈不是欧洲日本 日本大概是我们跟最接近的 我们都觉得说我们都要 把日本很接近 应该要多学习 那最近我看日本 他们也是在推动所谓的任性程式 但日本任性程式只有解释跟不太一样 不過他的做法就是这样 就是日本里面 他们在山岸之后 其实他们体练一件事 就是世事无常 所以他们现在的所有的日本人 包括都计划 包括防災计划 幾乎重新 那这个当中 他们现在新的计划当中 其实也有两个核心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 他们要去找出真正日本的 東京都市中心的弱点 然后再提出调试 那他们如果你是这样做 他们开始就做一些地震 比如说 还有那个土壤依化的浅室 然后跟当地的一些 比如说建路等口去做一些铁 其实这本做的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真的够了 例如说说 这个浅室你不要考虑会非常够雜 你只要把地震 水灾的浅室跟建物物部 我们在日本的东京的市中心 很多老旧金木造建筑 那这一阵地震一来 可能就很麻烦 所以他们就把它结在一起 找出它的弱点 然后除了之外 他们也有一些有意志的计划 甚至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 脆弱被评估一些结果 那这个就是要协助 都市贵要怎样去找出它弱点 然后提出所有的对策 好 那这个我想是前面 我所讲的一些案例 但是案例呢 我们回来看台湾 其实台湾我们一直 黄灾就是黄灾 所以旧边就做旧边间 我们把它弄成等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要 刚才我们跳手 还有陈博士琪 其实我们提到都说 未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准备做有效整 好 我们都能说 黄灾的好像旧边间很遥远 但是你看看前面的欧洲 和日本的经验 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同件事情 你要怎么把它妥善 把它整个建 比如说我们上课都讲这张图 我上课都讲这张图 可是那张图里面 其实背后告诉你 都会说 其实我们做减灾 整并一并重建这样的事情 你要开始考虑到了这个确立性 虽然我们现在开始有做一些 像工学评估来栽域的这个事 但是还努力做这个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说 然后我们还是会 水灾做水灾的 地震做地震 那这个最后其实很少 整个进来我们的都市的政策 那就长期的看 就说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国外会 有这个调试纲领 但是我们知道调试纲是很概念性的 其实真正的战场 你看欧洲的城市 怎么落实在那个local 城市里面的政策 这个才是关键 可是因为我们这一块 我们做的很少 我们刚才讲的很多概念和口号 好像很漂亮 可是真正落实没有action 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关键 好 那如果我们要去做action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从前面的所讲的那些案例 其实我们可以归纳 现在的所有的调试里面 没有所谓的单例要好 你什么事情都要跨化科技整合 你要把剪拍 剪拍这个事情 要跟调试要有效的整合 那以前都说做不到 但是欧洲城市跳水已经做得到 你也没有非常认真设计 这个大概是我们第一个得到的心得 那第二个都说 这调试车里 因为它是整合性 所以包括工程手段 基盘设施 非工程的手段 很足以使用的一些规划的手段 精通不健 包括一些工程沟通 都市更新等等 比如说像巴黎的 他们的机会调试计划 就是加上故事更新 他们把公共住宅 那公共住宅做的时候 他不是盖道房子 要解决年轻人问题 这样而已 就是住宅不干 怎么把绿建筑 还有一些环境变迁 再生内面的事情 一起考虑进去 那这个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比如何兰做完了这样 何兰当时我去他们的 那个Skip机场的时候 他们我跟当地人谈 他们说Skip是所谓的生态城市 我这个看我都不像 后来他就那个代理不动 跟我讲说 他说你进二兰的机场 Skip机场 你我们住这场建设事 你要做什么 就过关提那个行李 对不对 有总团对不对 他说那个总团 注意看 那总团是拆解室 那个不是Skip机场 那是租人 那个可以随时组合 随时裁掉 而且都是用再生的材料做的 他说哇 原来这个是很大的产业 然后看到灯光 他说这个 这场灯光都不是买的 都跟飞玉骨珠 那这个是他们现在的做法 当你出到城市 外面整排车都是电子 电子化的车 没有烧气油 我要寄人车 你进到那个旅馆 哇 你发现原来他们是 原来看不出来 可是他说完真的 但是飞玉鸡 带来很多很大的商机 你要把这怎么转成机位 你刚才有转成机位 这个是他们做的事情 那除了之外 就说呢 其实你要做这个车点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跟你讲 就是气候服务 这是很大的奇迹 现在这个不但 是欧盟他们订到纲领 而且 我写 最近要发现还有一本期刊 写述期刊 新的期刊 才出版到第三期而已 再做这个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 政策追动 还是要沟通和参与 像他们 奥斯陆 那参与 像荷兰 那参与到那里 也会感动 竟然做到什么程度 他们要很立合 要去跟他们的土地 他说他们为了给村庄 开了三排场的送命 三排场 所以他扮那个人 不是开送命会 他说 那个村庄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 他家的小组叫什么名字 他儿子做什么职业 他通通知道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那这个大概是 我的一些简单性的办法 不好意思 赞付大家拍拨时间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 今天 直到三位非常精彩的 这个一年 从最开始 从最估计 然后可能的影響 然后开始把这个 所谓的调试拉进来 那不只是调试 还把它变成职业机会 那最后 洪教授还举了很多的实际的案例 可是人家已经在这样的在做 那我想今天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 接下去我想 我们就开放给各位 因为这沙老 不能只是在听这边的 我想今天有很多议题可以来谈论 从前面的部分 一直到后面的所谓调试的行动 调试不能只是光讲要行动 所以我想 我就先开放给各位 那我想是这样 我们有一些是你的问题也可以 你的tomment 你的所谓的意见也可以 那我们两三位以后 如果有什么要回应 我们就可以 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 这样大家可能 我们有两三个人 是的 devo近� 轻鼓 有咖啥 等等 对 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兩天的時候 serious 音質关卡 你是很好的想法 只要回 independence 富裕talein 跟我們請理論中心 等等也能夠支付朋友 我希望大家盡量節省時間 要更多人能夠發援 希望大家能夠問題要簡潔一點 是不是請壞的人也能夠稍微說明一下大女跟女士什麼樣的背景 這樣大家會知道的表情